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清空萬里一世明月醒 千江游水饮明月 天地百转梦中饮 今生无尘埃 啊明月高挂一世前世远 今连寒依依华落 山河温至世间情 小康红尘有一朝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成了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成了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青空万里饮是明月心 千江游水饮明月 天地百转梦中饮 今生无尘埃 把明月高挂一世前世远 今连寒依依依华落 山河温至世间情 小康红尘有一朝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成了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成了 啊云水之间人逍遥 一笑恩成了 我是瑞唐的朋友 是瑞唐先安排我和你见面 我绝对没有恶意 我今天也是诚心诚意 来府上和你娘提亲的 提亲 你的意思是说你昨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杂货你很喜欢 今天想要把它买回去 来你过来过来 看清楚了 你给我看清楚 你看我脸上有没有什么缺陷 什么八牙斑的 免得将来后悔 又想退货 应雪姑娘长得很漂亮 只不过个性较重了一点 但是这都是我喜欢的个性 我疼你都来不及 怎么会退货呢 不好意思 本姑娘不卖 尤其像你这种厚脸皮的客人 我你也放在那边发霉烂掉 我也不会卖给你了 去去去 盈雪 别拉我了 盈雪 三华兄 正对不起 我们盈雪从小 我婶婶就疼得要命 才会这么骄纵不懂礼数 但是她的本性很善良的 是啊 日桃说得对 只要我婶婶做主 将她嫁出去 她结婚生子之后就不会这样了 你尽管放心 我们夫妻介绍的不会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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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你说对不对 只要你一句话 她就乖乖点头了 不要再跟我提应雪的事 锐唐 替我送蔡公子 提红 我该怎么办啊 发生什么事了 都是锐唐哥了 他真的很可恶 我 竟然叫一个不认识的人 来家里提亲 我娘竟然也没有反对 她真的不要我 要把我嫁出去了 是谁来提亲 他们事先都没跟你说啊 我怎么会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 鬼之大嫂突然对我这么好 又跟我那么亲近 原来是在背后设计我 哼 我管她叫什么名字 菜三菜四 还是菜什么的 总而言之 我就是讨厌她了 我想她一定被你整得很惨 我呀 把茶铺了她全身 她居然还对我笑嘻嘻的 真是个大色狼 应雪的表现实在是很过分 她也不想想看 要不是有我们新家 这么好的靠山 以蔡公子的条件 她还不一定会来提亲 你知不知道 应雪竟然还当面给人家难堪 我实在是会被她气死 娘 应雪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 她是一时之间 无法忘记江海兄 江海兄 江海兄 我告诉你 你对她呀 最好把她当成 是我们雇佣的员工 不要跟她称兄道弟的 感情太好 娘 您之前也很欣赏江海兄啊 怎么 她这次回来会社 表现得不好吗 她在工作方面表现得不错 我是说 她在私德方面有问题 娘 是不是又有人跟你胡说些什么了 总归一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还是要多提防她一点 娘 你没说清楚我不知道 瑞宇 我看 你跟替红的婚事 暂时别谈了 再过一阵子 娘替你找一个 比较合适的对象 娘 你是为了什么 又改变主意了 以后你就会知道 娘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保护你 娘 好 好了 娘累了 想睡了 你也回房里休息吧 两箱大的两箱小的 两箱大的 奇怪 与货量跟货带上的数字根本不一样 老板怎么会签字呢 你到里面再点点看 阿海哥 我们已经来回点过三次了 不可能错的 没关系 再点点看 好 奇怪 都已经来回点三次了 怎么点都少二十箱 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这些货是我经手的 我签的字盖的章 会错呀 与堂少爷 我觉得不对啊 我们这一次出海市大丰收 为什么批到鱼市场的鱼货没有增加 我想要查查看 你想查什么 连我你也敢查 我是公事公办 我没有针对任何人 少跟我来这套 怎么样 要找我的麻烦是不是 还是要跟我下麻烦呀 想爬到我头上了是不是 准备要把我干掉就对了 我告诉你 还早的呢 瑞堂少爷 我告诉你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 争取好的成绩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 不要一息用事 还有 也许争权独立的事情 对你来说很平常 但是对我来说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放心 瑞鱼啊 这里一共是392块 你点点看对不对 不用了哥 货要放好啊 放到门口就好了 好 单子记得要领啊 大家辛苦了 给 回来了 是 辛苦辛苦 今天收成如何 很好啊 海里就像挖泊的金矿一样 真是太好了 来 休息一下 里面泡茶 好 来 谢谢 奇怪了 我的货单明明放在这里 怎么会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呢 是不是你自己忘了放在哪里了 大家帮我找找看 找找看 帮忙找一下 好 好 锐唐少爷 你会不会放到里面了 秦江海 你到里面找找看 好 瑞唐少爷 货单啊 真的是丢在房间里面了 对了老板 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你放心 明天把我都排好了 谢谢啊 那么 大家都赶快回去休息吧 走 回家了 好了 你们两个也可以下班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哥 你也整理一下 一起回家吧 哦 瑞爷 对了 我有一笔货款忘了交 你可不可以先把点钱给我 好啊 我拿给你 请说 你们两个快点来啊 少爷 什么事啊 哥 钱不见了 钱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 很奇怪 我刚才明明就放在那里 但是一眨眼钱就不见了 请说 你也帮忙找找看 到底是在哪里 是 走 这么多钱不见了 我要怎么跟娘交代啊 奇怪了 你明明把钱放在这里 怎么会不见呢 这除非 除非有人偷了 哎 少爷 刚才秦江海 进来这里找货单 会不会他偷走了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他的嫌疑最大 哥 现在无凭无据的 我们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哎呀 奇怪 钱明明放在那里 怎么会不见了 可是刚才 进来这个房间的 确实也只有秦江海一个人而已 江海最近为了会社这么忙 一定没睡好也没吃好 我记得他最喜欢吃蒸糕 待会蒸好了 我就趁热送去给他吃 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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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niejsze 没事 新家的管家孙庆 她来找江海做什么 笯笯的 为什么放在保险箱的钱会不见 你们两个实在太不小心了 娘 对不起 可是我记得钱放得好好的 谁知道一眨眼钱就不见了 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 婶婶 当然有 而且还很明显 就是那个秦江海 你是说秦江海是小偷 你可不能乱说 你无云无据的 不要随便诬赖别人 哥 秦江海为了我们新家这么努力 你怎么可以眼睁睁的 看他被人家诬赖是小偷 殷雪 你先别急 没有人说秦江海是小偷 这件事我还在调查 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 秦江海不是偷钱的人 证明 你要怎么证明 真是奇怪 你们被他下明耀了是不是 怎么都被他骗得团团转 我还清醒得很 等我找到证据 你就知道秦江海是什么样的人了 好 你有本事的话 你现在就去找 我早就知道 你看秦江海不顺眼 整天胡思乱想 你看哥现在器重他 你想要破坏他的名声吗 我告诉你 你最后把刚才说的话 全部收回去 你眼睛给我睁亮一点 你喜欢的人是个小偷 我看哪 就算人家把你给卖掉 你还在那边替人家数筹票 你不要胡说好不好 他才不是小偷 好了 易雪 你不要太过分 我们在处理公事 没你的事 你给我进去 婶婶 最后留在会社里那三个愚公 我都已经搜过了 钱不是他们偷的 而且进去里面那一间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秦江海 一个是瑞宇 我如果不怀疑秦江海的话 难道我要怀疑瑞宇呀 瑞宇当然不会自找麻烦 应该从秦江海那边开始调查 娘 这件事 我们要慎重考虑 好好想一下 千万不要冤枉好人 娘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 替秦江海担保 我都这把年纪了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我自己会看 不用你来提醒我 瑞塔少爷 孙总管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还真大胆 还敢来 说 你把钱拿哪去了 什么钱 秦瑞塔 你还在计较我会分会社的鼓励吗 我拜托你 我从今会社到现在连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我哪有什么钱 你还真会装傻 那天到里面找货单 保险箱的货款 一定是你偷拿的 这 货款 怎么了 货款不见了 别跟他说那么多了 哪个小偷会承认自己是贼 请说 报案 等一下 舒华要凭良心 那天大家都在场 还是孙总管 你叫我进去找货单 这么单纯的事情 跟钱有什么关系 是会社收的货款 从你那天进去里面之后 钱就不见了 总共是392块 钱快点给我拿出来 否则的话 我把你交给警察 秦瑞塔 你这种卑鄙的手段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我警告你 我是清白的 你别想要诬赖我 等一下 没有送身 不准离开 你这是干什么 我警告你 以后你再敢动我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你 让开 你看 就是这一阶 谁呀 你们三晶半夜的到家里来干什么 捉贼捉脏 今天警察先生在这里 就要让你露出马脚来 少爷 哥 你报案怎么都没有告诉我 清叔 你陪警察先生进去搜查 我嫌弃钱一定在这里 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清叔 等一下 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 很不尊重江海兄啊 哥 我了解他的为人 之前我要他帮忙 要给他钱 他都不肯收啊 他的个性 绝对不是偷钱的人啊 你呀 他都是被你宠坏的 他不但不感激你 还背叛你 瑞宇啊 你是很用心 不过很可惜啊 你根本不了解他放长线钓大鱼的招数 他就等着这一天 好跟你拿得更多 好了好了 要搜 要搜彻底一点 陈瑞宇老板还在场 还我一个清白 搜 请说 警察先生 请 你看钱在这里 钱在这里 这些钱的确是在他房间里搜到的 里面的数目刚好是392块 瑞宇啊 这些钱是你点的 你还认得吧 这下你知道惨了吧 你呀 真是养虎为患呢 一定是有人设计我 不是我 捉贼捉赃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还有 瑞宇 瑞宇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冤枉的 好臭小的 你别跑啊你 江海兄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兄弟他会这么恨我 也许他们兄弟俩有什么恩怨 所以他会用我来对付新瑞宇 一定是这样的 否则被替红知道的话他一定很伤心 放开我 警察有话要问你 你最好老实说 否则连你一起抓去关 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被关 阿海哥是好人 他绝对不是小偷 是啊 阿海哥为人最正直了 他不可能会偷钱的 你们跟他是狼狈为奸 当然会维护他了 是我亲眼看到他 走进放钱的房间里面 难道会有错 他今天是偷钱 知道事情严重了才会逃跑的 警察先生 你要赶快通缉他 把他抓回来 高提江 你跟他是兄弟 快说他躲到哪里 警察先生 虽然证据已经找到了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 秦江海会是那种偷钱的人 哎呀 瑞宇呀 你如果再心软 再犹豫下去 秦江海就跑不见人影了 你想想看 他要是清白的 又何必逃跑呢 他今天会逃跑 就表示他偷钱 笑话 不逃跑 难道要留在这里 任你宰割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斗嘴 你有没有搞错呀 你要是再啰嗦的话 我就开除你 开除就开除 有什么了不起吗 开除我呀 放开 开除我呀 放开 清楚 哥 好了 解决事情 不需要动手动脚的 阿江 你如果遇到江海兄 就请他出面解释 躲起来 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是清白的 他如果真的没有偷钱 我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才不相信你们说的话 阿江 阿江 姐 姐 事情不好了 阿海哥他 怎么了 你不是跟他一起回来的吗 什么事情 姐 新家的人 诬赖阿海哥偷钱 结果 他们还找警察 要去抓阿海哥 阿海哥没办法 只好逃走 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新家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绝对不相信江海会当小偷 他们凭什么汗血喷人呢 就是这个新锐堂 每次都要找阿海哥的麻烦 姐 我好怕 不知道这一次 阿海哥会不会有危险 钱能找回来 都是你们两个的功劳 不过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 以后你们对钱的管理 要小心一点 知道吗 谢谢娘的教训 以后我会小心点 可是娘 这件事还有很多可疑之处 光是嘴巴说 小心有什么用 婶婶 那些钱是在 前江海家找到的 她是无话可说了 才会逃跑的 现在警察都要 发出通缉令了 瑞宇还在替人家讲话 你看 她是不是读书 读得头脑有问题了 瑞宇啊 你是眼睛没有争亮 才会把坏人当成朋友 以后不要耳根子那么软 听别人挑拨的话 娘 出生在有钱人家 并不代表 她的人品就一定高尚 穷人 也不一定会去当贼 秦江海为人狠讲义气 她绝对不会偷钱的 你想想看 如果她真的偷钱的话 会把钱放在家里 等着人家去抓她吗 你说这种拐弯抹角的话 什么意思 珊珊 我不要再管新家的账了 我这么拼命 还不如一个外人秦江海 珊珊 你如果再继续任由瑞宇 现任外人 我们新家迟早会败在她手上的 哥 我只是不希望 随随便便就毁掉一个人的前途 再说 这件事还没有正式之前 娘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秦江海 一个辩白的机会 对 你行 我书都得没你多 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她要是被我抓到的话 我一定会打断她的腿 看她有什么话好说 哥 瑞宇 娘会怀疑秦江海 也是有原因的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 我叫你不要再提起 你跟替红的婚事 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 我是怀疑 秦江海跟替红在交往 秦江海可以喜欢替红 我也可以 跟秦江海公平竞争 哎呀 你怎么这么傻 都不会想 娘的意思是说 秦江海脚踏两条船 戏弄女孩子 这样的话 她的私德就有问题 她很可能在你面前 做正人君子 在你的背后当小偷 铁红 江海 江海 铁红 我是被冤枉的 且不是我偷拿的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人格 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回来这里的 这里很危险 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再来想怎么证明你的清白 走吧 铁红 我冒险回来这里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铁红 现在只有你 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前为什么会在我家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证明我的清白 警察先生 我们再到他家找找看 说不定躲在家里 糟了 有人来了 是孙庆 孙庆 你快走 快点 江海 我想起来了 就是孙庆 就是他设计要陷害你 那天我看到他来这里 一定是他把钱藏在这里 你快走 我来阻挡他们 你不要中了他的圈套 快走 他从后门跑了 让开 别想掩护秦江海 钱不是江海偷的 你自己最清楚 人在做 天在看 你这样冤枉一个人的人格 你不怕得到报应吗 你快让开 你再敢挡路 我对你不客气 让开 又被姓秦的跑掉了 你们真的很没用 是怎么办事的 锐唐少爷 秦江海 差一点就被我抓到了 都是 都是什么你说呀 干嘛说话吞吞吐吐的 都是 都是高涕红那个丫头 故意挡住我的路 才被拿秦江海逃走 又是那个高涕红 奇怪了 为什么他三番两次的 为了秦江海 跟我们作对 我看了 光靠警察先生 替我们抓人是不够的 请说 你再多派一些人出去找 我就不相信 秦江海能够飞天顿地 锐唐少爷 你放心 我绝对会抓到他 锐唐少爷 江海兄 锐唐少爷 我等你很久了 你在等我 你为什么要等我 锐唐少爷 请你要相信我 钱不是我拿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不管新日堂跟夫人 怎么冤枉我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很注重你的感觉 我不希望连你也误会我 只要你注重我的感觉 你就不应该赌 现在钱不见了 你人也不见了 大家一定会认为 钱就是你拿的 只有你自己出面 去解释一切 才能洗清你的冤枉 出面 有那么简单的吗 我解释的话能够脱身吗 那个新日堂 一直不让我在新加利族 而且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对我不利 我一出来话都还没说 他们就送我去坐牢了 那我这一辈子 就没有分身的机会 瑞宇少爷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你鼓励我上船 给我勇气 奋斗我自己的事业 这次我遇到这么大的难关 我只想知道 你是不是能够继续信任我 支持我 我是很想要信任你 甚至 我为你的事跟我哥哥吵架 可是 我还是无法完全信任你 因为 你为钱是在我家找到的 瑞宇少爷 我真的是被设计的 你是被设计的 你要怎么证明 你是被设计的 我可以证明 是新日堂要报复我 那是因为他签的货单有问题 我去点货的时候 少了二十箱 我问他 他就怀恨在心 他怕做的事情会被我拆穿 所以联合孙庆来陷害我 要把我赶出回社 是我哥 我哥他不可能这么做的 瑞宇少爷 这件事我来不及向你报告 第二天他就诬赖我偷拿货款 你想想看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这 就凭你个人的讲法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呢 我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跟涕红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听到什么了 我知道了 原来是为了涕红 我知道你喜欢他 你还想到他家提亲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跟涕红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你是老板 我是员工 你是少爷 我是愚工 你家有钱 我家穷 可是哪一条法律规定 我条件比不过你 我就没有资格爱涕红 信瑞宇 原来你也是一个公私不分的人 以前你不知道我跟涕红的事 所以你重用我 现在你知道了 你嫉妒我 你变了 你现在宁愿牺牲我 你巴不得我被抓取关 你更有机会得到涕红 对不对 信瑞宇 算我笨 我不该一厢情愿 把你当成我的自己 我错了 我错了 江海兄 不是这样的 江海兄 江海兄 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他一直跟着我 一定是认为跟着我 就能找到阿海哥 阿江 姐 有个人一直跟着我 我也是一路上都被跟 我走一步 他就跟一步 实在是很可恶 姐 我在新家见过这个人 这位大哥 请你出来 我们是善良的老百姓 我们没有犯法 也没有对不起任何邻居 你这样偷偷摸摸跟在我们后面 你已经妨碍我们生活自由了 你知不知道 我也是不得已 我奉瑞堂少爷的命令 一定要抓到秦江海 如果你们有他的下落 最好是老师告诉我 秦江海他竟然敢偷拿货款 就要有坐牢的打算 你们最好不要替他隐瞒 我们不知道阿海哥在哪里 不知道 出去 你够了没有 你给我进去 你也是进去 谁不好惹 新家的人你惹得起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我们已经很久 没跟秦江海来往了 还有啊 从现在开始 我不准他们姐弟俩出门 这样可以了吧 你们这是干什么 站在这看就好了 进去了 这个秦江海呀 看不出来他的本事居然这么大 连新家的货款他都敢偷啊 我真是认识他不够深哦 我以为他是个穷小子 只知道捕鱼 想不到啊 他居然还有当小偷的功夫 你们姐弟两个也还真够厉害的啊 还会帮他隐瞒 怕我知道 你也会怕丢脸啊 你现在知道了 我都是为你好了吧 如果不是我阻止你 你要再这么一直陷下去 一直跟着秦江海 现在可好了 一个当小偷 一个正好当贼婆 整天一直听你在那边唠叨 你是说完了没有啊 你懂什么呀你啊 秦江海他是小偷 连累到我们全家人 现在外面有一个什么冒失鬼 跑来说要抓秦江海 我们进进出出的 全都受到他的监视 这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 真的假的 阿海怎么这么笨 怎么会做这种事 舅舅 江海是冤枉的 我可以证明 证明是有人要陷害他 诬赖他 这种话千万不要再讲了 我呀可是好不容易 才说动了新少爷 让他心动 要他到我们家来提亲 这种话要让他听到了 那好了 全都完了 你跟秦江海彻底撇清关系 专心做你的新家少奶奶 好不好啊 你听到没有啊 舅妈 江海的名誉 前途 甚至是自由跟生命 都有可能因为这次的冤枉 全部被毁了 我现在的心情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我求你 不要再说什么新家的少奶奶 我没那个福气 秦江海的所作所为 全都是他自作自受 你呀给我眼睛睁大一点 舅妈 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不要乱说话 对对对 阿江说的我同意 我也认为江海不是那种 会当小偷的人 舅舅 谢谢你替江海主持公道 有你的支持 他的冤枉一定能洗清 你们三个 给我听清楚了 谁要敢跟秦江海联络 你们三个人啊 就给我当心一点 你们三个人 快点 剃红姑娘 瑞宇少爷 我等你很久了 你在等我 我有事情要求你 你别这么见外 我跟阿江都快被他们逼得连门都不能出一步 能不能请你叫他们那些人离我们家远一点 你说的这件事 我不太清楚 我知道是新玉堂的意思 可是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新家真正的老板 应该拿出一些气魄 阻止新玉堂继续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你这样说我哥也太过分了 或许他对江海兄有些什么成见 可是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新家的利益 看来 你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我今天就是路见不平 事情既然被我遇到了 我就不能不说 我只能说是新玉堂叫人把钱藏在新江海家里 他要对付新江海 用武不行就用技 这件事你一定要查清楚 你凭什么这样说 你有证据吗 你叫我不能冤枉新江海 同样的我也不能冤枉我的哥哥 我当然有证据 我亲眼看到你们新家的管家孙庆 进去江海哥的家里 孙庆不是新玉堂的人吗 他不是在替新玉堂办事吗 你说我们家庆叔 进去清江海的家里 可是光凭这一点 还是无法证明清江海是冤枉的 所以我希望你调查清楚啊 其实我哥哥 不是你想的那种小人 之前我对他也有误解 可是这段时间 我在会社跟他接触 我才发现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新家着想 所以 他的做法会过分了一点 替红姑娘 请你谅解 我只求你 你相信我 我不会说谎 放江海一条生路好不好 你为了他的事 奔波操劳烦恼 好像你们 好像你们两个人 感情已经很深了 难怪你会去他家 沈沈 这前前后后 我都派人去巡视过了 一切都没问题 请沈沈放心 瑞宇不知道 有没有好一点 我就看他是不是睡了 娘 大嫂 你也在 瑞宇啊 你有没有好一点 来 这儿坐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发烧 娘 我没事 对了 我还记得娘说过 说有一个玉琢 是要给未来媳妇的 明天 可以请娘给我吗 我想要正式去替红家提亲 瑞宇啊 你是不是真的发烧了 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 娘那天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以后不要再提起 你跟体红的婚事 她跟秦江海还在交往 如果你不相信娘说的话 你可以问桂枝啊 真的 那是我亲耳听到的 她舅舅说 她跟秦江海是彼此相爱 瑞宇啊 大嫂也很想赚这份没人礼 可是 我要替你的名誉设想啊 再说 你跟那个高体红 已经是门不当户不对 她现在又跟秦江海来往 谁知道他们到什么程度了 说不定 已经不清不白了 你如果娶她进门 会被人取笑的 大嫂 大嫂 无凭无惧 请你不要破坏剃红的名解 我 哥说得对 我不能再犹豫了 再犹豫下去 我就太软弱了 你是说 瑞唐赞成你去提亲 怎么可能 哥一定是被我的真心感动 才会这样告诉我 娘 我不管外面怎么传 甚至是剃红的过去 我都不计较 我只知道 如果失去剃红 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瑞唐啊 你这些话 如果被硬血听到 那个丫头 又要吵吵闹闹了 我告诉你 谁赞成都没有用 我说不准就是不准 文鞣抢会 mile 我唁听嗓纸 损我虔承梦 纷纷化合 前世今生青丝难受 梦里迷惑 许我虔诚梦已妥妥 前世今生情思难须又蹉跎 梦里醒来不再迷惑 菩提路上你和我 梦里醒来不再蹉跎 佛光普照你和我 你我那份情往事前生已过去 保佑你阿弥陀佛 你我那份情往事今生多若迷 保佑你阿弥陀佛 喜我前尘梦分分合合 前世今生情思难受已迷惑 许我虔诚梦已脱脱 前世今生情思难许又蹉跎 梦已醒来不再迷惑 菩提路上你和我 梦已醒来不再蹉跎 佛光谱照你和我 你我那份情往事今生意过去 保佑你阿弥陀佛 你我那份情往事今生薄 若你保佑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天今生臨在彼他 阿弥陀佛